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帮助的时候 一旦向你的朋友求助了 得到的一定不是援助 而是表面很光滑的推托 有的甚至在你还没开口之前 躲你躲得远远的 当你发达了 他们不小心知道了 又会一不容辞地过来围在你身边 用棍棒杆都赶不走 视力的不仅是垃圾朋友 还有穷鬼父母 在我们学讲话的时候 就不断有人告诉我们 父母是无条件爱我们的 要听他们的话 但经历过社会独打的人都知道 我们的父母和其他人没什么区别 贤贫爱富 尊重强者 践踏弱者 要是让他们知道你在外面忙忙碌碌 却没挣到什么钱的话 表面说着没关系 而行为上呢 骑在你脖子上 各种叫你做人 潜意识里透出来的行为 无不告诉你就是个废物 在这里我说的有点重了 但话操理不操 至于那些垃圾朋友 穷鬼父母如此 老板就更不用说了 如今还有很多人 每天学情商 学社交 当田狗去讨好老板 不能说一点用都没有 但这个世界里 最大的人情事故是等价交换 这一点我在上一期视频中也聊过 有兴趣的可以去看看 你以为你和老板去吃几顿饭 唱几首八十年代的怀旧老哥 趁着酒劲说几句交心的话 他和你就是铁哥们了 天真 不管你和老板的关系多好 你是人家雇佣的 替人家打工的 这个事实永远不会改变 要是人家有了更便宜好使的人来代替你 让你卷铺盖走人才是他明智的选择 所以 在这个现实的社会中生存 只有钱才是真的 其他什么人际关系都是垃圾 如果你目前的月薪跟孟母一样都是三千 活得也很狼狈 就别总是去旅行 去过精致的生活 去和垃圾朋友扯淡了 下班时间全部利用起来 去找自己心仪的高薪职位 看看人家要求什么条件 尽量使自己满足那些条件 然后跳槽过去 如果有想法 可以在互联网上写点东西 录点视频 做作字媒体 粉丝多了之后 可以考虑跳出来做自由职业者 业务多了之后 可以组建一个小团队 总之 掌握自己人生主动权的事情 要多去尝试 实践 能不打工就不去打工 你要明白 越往上走 你越不需要取悦别人 也不需要别人取悦 凡是喜欢贪人脉 贪社交的都是一群贪婪的恶鬼 一定要远离他们 情商是什么 在实力面前 连狗屎都不如 这一期先讲到这里 如果您喜欢完整系统版 请看全文 MING PAO TORONTO